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天三女孩拥有超能力把恶毒校长赶出学校的故事 马蒂尔达出生在一个极不靠谱的家庭里 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是个毒棍 他们每天都忙得脚步粘地,根本顾不上小小的马蒂尔达 也没有留意路都不会走的女儿居然已经能在桌上用菠菜糊写下自己的名字 她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照顾自己 大清早起来,她没有像平常的孩子那样吃到父母亲手做的可口早餐 而是站在比自己还高了灶台前,开始了自己的美食烹饪 她热爱阅读,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看过了 当她跟父亲提出要一本书时,遭到了拒绝 于是她一个人找到了图书馆,她每天都会去那里读书 在看完了所有儿童读物后,那些对于孩子而言过于严肃高深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她话下 小马蒂尔达渐进长到了六岁半,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但从没把她放在心上的父母,根本没给她办入学手续 她渴望上学,渴望友谊,和身边只有不长心的父母和不长进的哥哥 马蒂尔达的父亲经营着一个二手车厂 她为了谋取暴力,将不安全的破烂车稍微修理一下就转卖出去 马蒂尔达认为父亲这样是错误的行为 但由于撼动不了她的想法,所以只能在她帽子里涂上强力胶让她出球 在公共场合大威丢脸的父亲回到家后迁怒了马蒂尔达 她早就对在家中一只格格不入的马蒂尔达很不满了 于是撕烂了她的书,逼迫她跟他们一样看电视 马蒂尔达根本不想看没有营养的搞笑节目 但小小的她撼动不了父亲的力量 又急又怒的她竟然爆发了超能力,将电视机瞬间炸毁了 马蒂尔达终于可以上学了 可这个上学的机会却是父亲为了完成一单生意 跟当校长的客户做的交易 马蒂尔达上学那天她精心打扮了一番 去到后却发现那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校园 这么破旧杂乱的环境是她意想不到的 但在短暂的失落过后,她很快开心起来 毕竟这可比无学可上要好多了 这里的校长是个凶悍无比的女人 提倡棍棒式教育,喜欢打压恐吓学生 如果不听她话就会被关进闭 被她管教的孩子们苦不堪言 幸好教马蒂尔达数学的老师哈尼小姐善良又温柔 在一次数学课上,马蒂尔达展现了她的速算能力 全班都被她惊呆了 哈尼老师在发现这名小天才后非常高兴 赶忙去找校长提出让马蒂尔达跳级的建议 但被校长强硬的拒绝了 虽然家人很糟糕,校长很糟糕 但马蒂尔达依旧很高兴 因为她交到了哈尼老师这样一举相投的朋友 因为马蒂尔达的父亲给校长卖的是一辆烂车 所以校长迁怒到了马蒂尔达的身上 马蒂尔达被她关进了小黑屋 还是哈尼老师赶过去将她救出来的 从此马蒂尔达成为了校长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和哈尼老师聊天的过程中 马蒂尔达知道了校长是哈尼老师的姨妈 在哈尼老师父母双亡后趁机霸占了她的别墅和学校 知道了这一切的马蒂尔达决定要帮老师夺回她应有的一切 于是她苦练自己的超能力 希望有一天能用自己的力量把校长从这所学校赶出去 但超能力的练习不是那么容易的 通过反复去想父母的责骂校长凶悍的脸孔 她才激发了自己的潜力让超能力突飞猛进 马蒂尔达趁夜潜入了校长的别墅 用意念操控闪烁的灯光 让校长的自画像掉入壁炉中烧毁 把哈尼老师父亲的画像重新挂上去 本就做了亏心事的校长被吓得跑出门去 可就在她准备驱车离开的时候 马蒂尔达的发带掉在了她车前头 这让校长知道了是谁在搞鬼 就在她第二天去教室找马蒂尔达算账时 粉笔忽然动了起来 在黑板上以哈尼老师父亲的口吻 写下了要她滚出去的话 校长直接被吓得倒下去 然后马蒂尔达又用意念让校长在地球遗上转个不停 把她转晕后大家用各种杂物袭击她 她平时有多威风现在就有多狼狈 全校孩子们齐心协力 将这凶悍的女人彻底赶出了学校 哈尼小姐成为了学校的新校长 马蒂尔达父亲的二手车厂终究还是出问题了 做不成生意的她得离开这个地方 但马蒂尔达不愿意跟他们走 而哈尼老师也十分乐意领养马蒂尔达 于是他们乐得不用再管她 签下了解除亲子关系的协议 这应该是他们为女儿做的第一件 也是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哈尼老师的温柔和细心 让马蒂尔达感受到了从未在家人身上得到过的 前所未有的快乐 本片来自喜剧片《马蒂尔达》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